昂山素季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 在缅甸1990年的选举中 她领导的政党赢得了59%的全国选票 和81%的议会席位 结果军方接管了政府 在21年中 她有将近15年被软禁 但她仍坚持为缅甸民主奋斗 由于担心不让她反国 她拒绝离开缅甸 因此直到她在英国的丈夫去世 她都没能探视过 2008年 为表彰她为缅甸人权和民主的长期奋斗 美国授予她国会精致奖章 不过昂山素季无法领奖 达赖喇嘛2007年被授予国会精致奖章 其他获奖人包括马丁路德金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曼德拉和丘吉尔 美国一直将缅甸对待昂山素季的做法 作为衡量缅甸人权状况的标志 她的获释为美国与缅甸关系正常化 打开了大门 她在华盛顿访问期间 美国官员从她那里获取有关 她支持放宽美国与缅甸贸易的明确表态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 昂山素季表示她支持结束对缅甸的制裁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我们要力争自立 我对美国对民主力量的支持一直心存感激 我认为制裁极大的帮助了我们 许多人说制裁伤害了缅甸经济 我不同意那种观点 美国可可可漏公司在60多年后 重新在缅甸做生意 像Visa、万事达和雪佛龙等其他美国公司 也急于再有6000万人口资源丰富的缅甸开辟商机 我们相信美国商界参与缅甸的经济 将成为负责任投资和商业运作的典范 并继续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为缅甸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 昂山素季为期两周的美国之行 有许多外交活动 也包括与缅甸裔美国人社区见面和一些观光行程 昂山素季在美国深受惆击 所到之处会受到热情的欢迎